全国第四届艺术教育贡献奖 高雄市南瓜乐七项大奖 包括已经84岁 还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艺术创作 并且捐赠超过100幅大型油画的艺术家曾文忠老师 他是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之外 还有五所学校也在艺术教育领域开花结果 希望透过美的教育提升整体艺术学习环境 已经高龄84岁的艺术家曾文忠老师 不但身体健康 对艺术的热爱更表现在行动上 因为曾老师从学校退休之后 就不停地在各地进行艺术创作 尤其在高雄更捐赠了至少100幅大型的油画 连市长办公室里也可以看到曾老师的大作 今年荣获教育部终身成就奖 曾老师说只要有力气就要继续画 希望让更多人亲近艺术提升美感 所以我也到公家机关到工厂去 所以我也到餐厅到工厂到那个公家机关 每个都发笔要给他 每个人上班的时候可以看到很漂亮的东西 所以我已经都不都发了两三百张了 试试就有很多 弥陀国小校长王燕妍 则是以融合在地海洋特色推广社区艺术教育 让老校翻转新生成为幸福小学 荣获了活动贡献奖 校长希望让大家看到小校的美学力量 长期以来他们在所谓的比较保守的文化氛围里面 但是那些艺术跟美感文化的一个种子 他们都还在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复兴 那跟海洋的文化 跟在地的皮影系的文化做很多的结合 其他获奖的单位还包括树德家商 桃园国中 美农国中 福山国小和木榨国小等五校 教育局希望作为全市推动艺术教育的典半 未来让更多学校展现丰富的创作能量 所以像那个桃园地区他们原住民的孩子啊 就结合了歌舞啊 然后合唱表演的动作 那像美农国中他们就结合了客家的文化 然后去做一个在地的一个社区文化的一个展现 那我们鼓励我们其他的学校未来能够更持续的能够来参与 然后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这样 然后把自己的优点啊 学校的特色都可以发挥出来 今年全国第四届艺术教育贡献奖 全国共领选出26个团体和13位个人予以表扬 其中高雄就南瓜了七项大奖 显示高雄长期推动艺术教育扎根的教学成果表现辉煌 港独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道